好 在总统大选跟立委选举之后呢 国民党的部分选输了总统 但是现在大家有人说 在国民党内有一位最强女力 就是台中市长卢秀燕 另外呢 现在也有可能上野所谓的 蓝白合作round 2吗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目前整个政治生态的发展 这个是呢 民众党在选前 就已经有党员出现了退党跟跳船潮 来自于网红四叉猫 他在脸书的po文 他po出了疑似哦 这个是来自于民众党的群组截图 显示有好多名的成员都已经退群了 而且大家还发现说 其中啊 柯文哲从政之路上 长期被他视为心腹大将的民众党 前立委蔡碧如也退了这个群组吗 因此引发大家议论纷纷 好 蔡碧如已经说了 未来他将会持续的深耕台中的海线 寻找据点 希望能够一步一脚印 好 但是他的下一步现在已经有人帮他安排好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前立委郭正亮他的分析哦 他说呢 目前江湖传言是台中市的副市长可能会请蔡碧如去当 好 一旦如此的话就会上演所谓的蓝白合作round two 好 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台中市副市长王玉民 因为担任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 因此确定将会前进国会 那么留下来的这个副市长的职缺呢 到底会找谁来做呢 针对这个部分呢 国民党方面表示说幕僚很低调说 没有听说 但是呢 民众党市党部主委江和树有提到 选前就已经有听过这个传闻了 如果未来能够在台中开启第二阶段的蓝白合作 那么当然是乐观其成 好 现在呢 卢秀燕不断被点名说 在2028他就是国民党最有可能出来 角逐总统大位的人选 好 但是呢 郭正亮他的分析是 卢秀燕应该会先认真的做完台中市市长 好 再来想他的下一步 再来我们还要来看到 现在呢 由于这一回卢秀燕他在台中地区 台中的立委呢 其实选得非常非常的亮眼 因此呢 他已经不断被外界点名说 他是成为领军血耻下届总统的大任门人选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呢 将会有多达10位以上的 中部县市的党籍立委 现在传出的是会比照所谓的 中台湾治理平台的做法 要筹组一个中部区域的立委连线平台 这些人包括了谁呢 颜宽恒 杨琼英 廖伟祥 黄建豪 另外就是罗廷伟以及江启臣 好 这些人呢 希望能够透过在新国会 彼此来做一些串联 还有协同作战 要来好好扮演卢秀燕的后盾主力部队 好 时事评论 谢寒冰就有说 这回台中地区翻转了 当然很大的程度就是因为卢秀燕 他接下来只要稳扎稳打 在蓝军内是非常有可能成为共主的 好 立委林静怡他有特别提到 从1月14号之后 卢秀燕目前是国民党内 最具有政治实力 还有被最寄网的这个政治领导人 好 但是呢 卢秀燕本人他是怎么说的 他提到的是选举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专心市政 要来好好照顾市民 上班的时候不谈政治 当然呢 此话一出也留下很多的想象空间 台中立委八席国民党南瓜六席翻转台中 最大推手卢秀燕在本命区服选有功 不只稳住中霸天地位 也成为蓝营新共主 选前卢秀燕跑透透 服选严宽恒 陪黄建豪扫街站台廖伟祥 帮罗亭委曝光 卢秀燕东达选战 也靠着高人气与高声量 展现问鼎2028总统大位的能量 我就是专心市政做好建设 那大家都知道我的风格不是只有今天 上班时间不会谈选举 也不会谈政治 恐将台中以协为票数落败的蔡壁如 蓝白河遗珠之汉 他何去何从 可以确定的就是说 我会在台中这里生根下去 国民党部分区拿下13席 台中市副市长王玉敏列第13 重返国会副市长谁来接 外传多位国民党议员建议找蔡壁如 台中持续示范蓝白河 不会考虑选举 也不会考虑这个政治 完全以市政以及建设 以及市民照顾为主 2024大选刚落幕 蓝营在野已经在沙盘推演 2028肯定要推最强的上场 介绍成果人王俊杰 王俊杰台中采访报道 好但是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 刚刚有告诉过大家 其实在这个选举结束之后的隔天 证据就在这 蔡壁如她退出了这个候选人的群组 当然引发大家很多的议论 而且刚好又传出了 她很有可能会去接下台中市的副市长一职 延续蓝白合作 对于这个部分呢 民众党的部分区里有黄珊珊 她肯定蔡壁如是党的重要资产 她说党内会做讨论 这个消息我不知道有没有退出的问题 但是我想毕如解释 台湾外民众党很重要的资产 那她有什么问题 她应该都会跟党内做讨论 有听说就是她有可能会被 卢秀燕掩揽去当副市长吗 我们不要针对听说 这种假设性的东西去做 特别的采测好不好 我觉得大家不用选完之后 开始听说听说 用什么就说 不要用听说的 谢谢 关于蔡壁如突然退出 那个竣选团队的那个立法委员的群组 其实不只她退出 因为现在群组很多 因为选组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在进办的这个部分 她是退出了一个 我们的立法委员的一个群组 我觉得这个不是只有她 这个外界有一点猜想 这个目前应该是一个 还是一个传闻 八字还没有一撇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也真的乐待其成 最主要的一点 卢秀燕看到未来的 台湾的总统的一个样子了 因为蓝白一定要合作 台湾才有机会胜利 这个是目前开票出来的结果 如果卢市长愿意 种下这个民众党的这个种子 我相信 当然未来的台湾的发展 当然是一个非常好 也非常的期待 当然我们蔡壁卢 她本身在台北 有八年的市政经验 又有国会的经验 已经有充满了所有的一些 基层的一个服务的态度 卢秀燕如果是选才与人的话 说实在的蔡壁卢也是一个选择 好民众党的前立委蔡壁卢 在选举日当晚退出了民众党的 立委员党团群组 当然立刻引发热烈讨论 外界也传出可能 她会去当台中市的副市长 对于这个部分呢 蔡壁如在稍早的时候 已经表态了 她说这样的政治决定 对于民众党冲击比较大 她倾向婉拒 这个职位是比较政治性的任命 对我来讲可能压力也很大 这个是外面的传言 我想这个还是要尊重 卢秀燕市长的一个决定 但是我想这个政治人事决定 对我来讲有点沉重 因为我毕竟还是台湾民众党 那我可能必须跟党内 做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些沟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是觉得可能 依照我的个性 我的个性就是说 去接这样的一个职务 对整个党内来讲 我觉得可能冲击会比较大 所以这个是我必须要去考虑的 我可能会去婉拒这样的一个职务 但是对卢秀燕市长的一些支持 我想我们还是有一些 可以合作的地方 至少我在地方上面的一些服务 还是会需要他的协助 基本上因为选举的时候 成立太多的群组了 那选完之后我想就做一个整理 所以我大概就跟这些工作群有关了 我大概都一个一个退 其实不是只有退一两个 我都有很多的工作群 什么干部群啊 什么组织群啊 还有什么跟党部的一些群组 大概都是因为太多群组了 那我只留下跟我目前海线的干部跟志工群 因为这个还是相关我工作上面的范围 这是第一个要回答的 第一个要回答就是说 黄珊珊他们有八位的部分去到立法院去 我想这个有能不能起到关键的一个少数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因为现在目前三党不过半的一个情况之下 民众党的这个 这八起就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想还是本着民众党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初心 对政党政治是既竞争又合作 我觉得这个不管是竞争还是合作 都应该要本于议题的这个讨论 有符合民众党的一个理想 有符合民众党的一个理念的一个议题 那我们就一定会是合作 那如果有违背这样的 那当然我们就没办法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